各位同学大家好 我是土豪老师 那记前面我已经教了五招 如何轻松省力的念书了 那今天要来教各位同学第六招 第六招是什么呢 就是善用时间 那我们每个人 的资质天生下来都不太一样 有人聪明 有人笨 有人资源多钱多一点点他家 有人资源少他家可能比较穷 他比较没有资源去学一些新东西 可是呢不管怎么样 每个人有一个东西是一样的 上天给你是一样的 那就是时间 每个人都是24个小时一天 没有人多没有人少 所以谁能够利用 善于利用 把这86400秒用得最彻底的 那个人他就会是成功的那个人 他成功的机会就会比别人多那么一点点 好所以第六招 我们要教你们怎么样子善用时间 那我常常听到有同学跟我说 说什么他作业很多啦 没有时间念书 没有时间写作业啊 都写不完啊 好那每次我都会跟学生说 我相信这绝对不是你作业真的多 是你自己的问题 好你一定把时间浪费在哪里 浪费在可能滑手机啊 浪费在看电视啊 追星啊 什么看小说漫画啊 跟朋友聊天啊 浪费在这些事情上面 好所以你会变成没有时间读书 好那所以呢 我相信有一句名言大家都听过 时间就像乳沟一样挤一挤就出来了嘛 对不对 所以呢时间是可以挤出来的 所以我们就要怎么样子把这时间挤出来 陀老师今天就来教你了 怎么样子来善用这个时间 好那善用时间呢 我把它分为有四个方法 好这四个方法 因为我常常也会忘掉 所以我还是要写一下四个方法 好第一个什么方法 视分轻重 好事情要分出来轻重缓急 什么意思 我们在做事情之前 我们在读书之前 你就要先去分析 什么该先念 什么该后念 什么是重要的 什么是不重要的 好轻重缓急找出来 好你才知道顺序 你这样念起来效果才有 才会事半功倍 你才不是在浪费时间 因为我已经没有时间了 所以我要把顺序分出来 我才不会浪费时间 所以第一个 视分轻重 把轻重缓急找到 先后顺序找到 再来念书 这样效果更好 好 所以第一件 视分轻重 第二个 时间规划 好什么叫时间规划呢 时间规划 基本上是指 我是指一天啦 你以一天来讲 你最好每天先 起床的时候 就要想清楚 我今天预计什么时候要做什么事情 想清楚什么时候做什么事情 然后都规划好了 就去做 要不然你会变成一个叫做乱做 或是乱念书 怎么说你在做事情 在念书的时候 如果你不规划好 不分轻重 那你就跟无头苍蝇一样 今天做到这边 做到这边 做到那边 完全没有一个顺序 这样子效果很差 所以要分了轻重 然后把时间也规划好 这样子你的效果就会很好 好 然后第三个 集中精神 集中精神 当然是指做的当下 你就不要去想后面还要干什么 之前做了什么事 后面还要干什么 不要 你就记得当下 把当下要做的事情做好 我现在要念数学 就把数学算好 不要去管 等一下要念什么果文 不要去管它 就把当下要做的事情做好 这样子效果才有 集中精神的 把当下的事情做好 好 最后一个呢 不要浪费零碎的时间 主要讲的是什么 就是我们要呼吁我的第一条 好 我的第一个方法 文科浏览 文科不就是要 是要你利用零碎的时间吗 所以这些零碎的时间 麻烦你全部拿出来用 拿来干嘛 背文科 所以我都会跟同学说 你最好手上要把 随时随地带着一本文科的东西 不管是英文还是国文 你最喜欢的文科 你一有时间 你就拿出来念一下 比如说今天跟同学出去玩 大家在聊天 你觉得有点boring 有点无聊 你就拿出来念一下 可能同学会说 你很给白 你很假 对不对 这个时候还在念这个东西 不管它 照念 好 念好了是你的 不是他们的 所以不要管他们说什么 好 这个就是零碎的时间 有 所以随时随地 摆一本书在身边 有空的时候就拿出来翻一下 有空就拿出来翻一下 好 这些都是一个习惯 当你把这些习惯 一次一次的做到 慢慢的你就已经习惯 去把事情分清重 把时间规划好 集中精神去在每一个当下念书 然后呢 每一个零碎的时间 你都能够拿来利用 这样子自然而然 别人一天24个小时 你一天就硬是多比他几出了一个小时 两个小时出来 你的不但时间多了 而且你集中精神效果也好了 你规划好了 你效果也出来了 好 所以呢 今天第六项 善用时间要记得哦 四分清重 时间要规划好 然后当下要集中精神 以及不要浪费掉零碎的时间 好 所以这个就是我们的第六点 善用时间 好 那接着希望各位同学 可以继续的看一下 我们的第七点哦 好 今天拜拜